我是柯文哲啊 為什麼 因為他是我學宅 啊沒有啊 我喜歡他的政策啊 他什麼政策讓你很喜歡 他是例如 哇 新大街上才忙 你這樣丟柯文哲的臉不行喔 我覺得經濟要靠自己吧 靠政府還沒有辦法照顧每個成業啊 年輕人他們都可以買臉部 所以我覺得 你到現在都能聽到這個消息 那就是你自己的問題 可能出國的人數也越來越多了 那我想這些都並不是就是經濟差的 的一種表現嘛 哈囉大家好 我是八九 今天是1月11號 也算是選前的前兩天啦 也算台北市的選前之夜啦 現在時間是將近5點20分 然後6點這邊就要開始了 我們等一下去訪問這些 好 成天在迫害我們的綠貢 等一下就要問他們一下好不好 我們可以發現人數少的可憐 看來遊覽車還卡在南部 一走入會場又被一群綠貢迫害 你們在直播喔 有幸運 幸運 我們來幹國民主 好 幹國民主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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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又抓到一個綠貢 他剛剛對我非常嚴重的迫害 我們現在就來問他 你覺得台灣的經濟跟內政 是不是做得很差 相比國民黨來說 民黨做的其實算是不錯 尤其是我們可以看到這次 就是不分區嘛 國民黨的第一名派的誰 派的韓國瑜 這次藍白綠 要投誰都沒有關係 可是我們的政黨票 一定要投給民進黨 努力拚讓民進黨過半 這樣就不會造成有個 比較習慣的當我們的立法會 然後外交使團都亂派這樣子 對 我就會吃這樣子 好 OK 感謝你的訪問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捕獲到另外一個 比較年輕一點的綠貢 綠貢 很多網友都說 台灣經濟做很差 內政做很爛 所謂的喊抗中保台 都沒有在做事 你怎麼看 台灣這幾年的經濟 其實算蠻好的 因為像是在疫情的這四年 台灣沒有像其他國家一樣 就是被打倒或什麼樣 然後我們的經濟反而一直在成長 加薪也一直在加 然後減稅也有在減 然後甚至我們還可以發 6000塊或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其實並沒有像其他人講的 講得這麼差 同時我們現在也是變成說 是世界第21大經濟體 確實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一直在唱 所以台灣 但事實上他們都沒有看到 真實的客觀數據 是台灣越來越好 對 就是我覺得這可能分兩個層面吧 因為我覺得數據是真實的 但是感覺是個人主觀的東西啦 所以我覺得還是相信科學一些 那來問外交方面好了 對於抗中導臺已經被污名化 你有什麼看法 中國的威脅其實一直都存在著 就是儘管現在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中國威脅不是這麼樣的明顯 但是其實中國威脅它透過各種 不一樣的方式在進行 像是我覺得現在抖音就蠻嚴重的 就是我身邊很多朋友 他們只要用抖音的話 他們可能就很容易收到一些錯假消息 會覺得說現在政府做得不好 但他們接受到這些消息之後 他們就會開始對現在當前的政治 產生一種不信任感 這個其實很大一部分就是 就是中國因素的介入 好 那是什麼原因讓你想要當綠共 民進黨這幾年做得很好 那我覺得這樣的好的成績 應該要繼續持續下去 有些人可能會說應該要政黨軟體 但我覺得既然目前的執政黨它是好的 那為什麼要去做政黨軟體這件事情 應該要持續的讓好的穩健的人 繼續來帶領我們的國家向前 好 最後一個問題 你今天是坐遊覽車來嗎 欸 不是 那你有領便當嗎 也沒有 可惡 說謊的綠共 說謊的 對對對 感謝你 好 剛剛又捕獲到兩位綠共了 來問你們一些比較基本的問題 我們先從內政來問好了 因為網路上都在說 台灣經濟這八年做得非常差非常的爛 民不聊生 水生火樂 那你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經濟要靠自己吧 靠政府它沒有辦法照顧每個成業 因為靠著政府賺錢是最對的 如果你跟政府立著做你當然會賺不到錢 這是我的想法 好 那我們問一下外交方面好了 因為現在抗中寶臺似乎被污名化 是一個很小丑的行為 你只會喊抗中寶臺什麼事都不會做 你有什麼看法 也不是什麼都不做啊 就是我們被國際打壓的是真的很厲害 我們也有有幫幫我們講話 但是沒辦法就是大家接受中國的壓力 台灣需要主權更進一步啊 對啊 所以如果我們團結一致把主權宣揚出去 跟世界說因為中國的打壓 我們沒有辦法在世界上發生 我相信未來有很多民主的國家會幫助我們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 是什麼原因讓你變成綠貢 我本來就是綠貢 你本來就是綠貢 我本來就是綠貢啊 沒有變 就我就是綠貢 我不會白變藍 藍變白 哦 了解 所以你今天應該不是坐遊覽車來的吧 當然不是喔 坐包鐵 自己出號 廢話 誰是要幫我出貨 真的是呢 很有錢啊 有沒有豪宅 可能 綠貢當然很不徹底啊 沒有房沒有車 OK 完蛋了 你還要說你沒有房沒有車 就是支持民進黨才沒有房沒有車啦 對不對 支持誰都會沒房間車啦 你想太多了 好啦好啦 感謝感謝 不會不會 謝謝謝謝 又過了一段時間 民進黨3D建模的演員 陸續到場 人潮漸漸逼近東門 你看有沒有看到會計師 民進黨連會計師都收買 太壞了 請問是什麼原因讓你當綠貢 因為他就是提倡民主自由的精神 然後他的立場非常的堅定 沒有在搖擺 沒有像柯文哲一樣 是 好 那我問兩個 先從內政開始問 網路上都說 民進黨這八年啦 水深火熱啊 經濟不景氣啊 賺不到錢啦 那你是怎麼看法 如果這八年你還賺不到錢 那我覺得明年你也賺不到錢 那所以這八年你覺得實際來說 你感受到的經濟比較成長的方面 是哪方面 大家的工資其實有提升 然後再來就是股票的部分 尤其像年輕人他們都可以買零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到現在 你都不知道這個消息 那就是你自己的問題 是 好 那我們來問外交方面好了 就是胖中寶臺現在 已經被污名化成是一種 只會喊然後不會做事 然後甚至根本 中國對台灣的入侵不存在 你怎麼看法 外交當然做得很好啊 我們疫情的期間 是從不止我們保住了自己 國內國人的健康 而且我們還可以做到台灣can have 所以讓大家都可以看到台灣 我覺得在國際能見度上面提升很多 好 你今天是坐遊覽車來的嗎 當然不是啊 我剛剛一路走過來欸 所以你看這民進黨太壞 竟然不包遊覽車 有沒有發便當給你 當然沒有 我自己吃完牛肉麵才過來的 所以你們這些人都有吃 吃民進黨發了便當嗎 沒有 沒有 你們都沒有 從美國 他們現在住起來餓了 你們從美國自己買回來 哎呀民進黨太壞了 都不給你們錢 真的是 哎呀 好啦好啦謝謝謝謝 我剛剛以為會很少人來 因為我們今天比較早來 結果 他那個路越風越過去 然後哇靠 到那邊到那邊現在都排隊 進不去我 我看那個人潮 十分鐘沒動過 應該差不多欸 很誇張 然後是什麼原因讓你想要當綠共 就是因為我不想 我不想被中共統一啦 我喜歡台灣的民主自由 是是是 好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網路上都在說台灣經濟很差 內政做得很差 很爛 那這八年大家都賺不到錢 你自己實際的感受是怎麼樣 我實際感受其實還好欸 因為你以通膨來說 其實我覺得美國相對來說 是反而是比較嚴重的 對 以台灣的消費能力來說 其實我覺得還是非常足夠的 是 對是 好那問第二題 現在抗中保台已經被污名化成是一個假議題 抗中保台的人 正式都不會幹 只會喊個口號 你有什麼看法 因為我覺得民主這個東西就是以前大家都爭取來的 那我覺得就是說 不容易得到這個民主 那就是帶他一起來守護這個民主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不認為他是一個口號那樣 是是 好謝謝你 謝謝 好想要簡單採訪你 是什麼原因讓你想要當綠貢 因為我支持台灣獨立 好 網路上都在傳 台灣內政做得很差 經濟非常的腐敗 民不聊生 水生活樂 那作為年輕人的你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這八年就像蔡英文PO的那個 世界台灣一樣 股票交易 然後跟就是市值一直上升 我覺得並沒有比較差 我覺得這八年台灣進步真的非常多 就是身為年輕人 我覺得我身為台灣人非常驕傲 是是是 好第三個問題就是 對於外交的政策來說 你怎麼看 尤其是現在的抗中保台 被污名化是不會做事的人才會喊的 你有什麼看法 我們真的最大的敵人就是共產黨 然後竟然被污名化民進黨還是在害台灣 因為其他國家被中共殘害的國家 也並沒有民進黨存在 那為什麼就只會把這個污名化 灌在民進黨身上 是 好那最後幾個問題 你今天是怎麼來坐遊覽車嗎 我是坐監獄來的 坐監獄 看來民進黨連監獄都收買了 太壞了 民進黨沒有發便當給你 你好 我這都是自己買的 我自己來拍的 太壞了 買的我也都會買的 太辛苦你們了 哇 好啦謝謝 謝謝你 現在人越來越多了 我們可以鏡頭帶過去看 這是什麼 這其實都是3D投影 甚至是3D建模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為什麼這邊封路 因為如果車穿過去 他就知道是3D投影啦 這樣民進黨的謊言就被戳破了 你看太壞了 被我發現了 你看 都摸不到有沒有 都騙人的啦 好我想要問你 是什麼原因讓你當綠貢 其實我不是綠貢 那你怎麼會來這邊 我4年前是 我被女朋友拉來 他想要看肇事晚會長是怎樣 所以這一次你支持誰 我支持柯文哲 為什麼 因為他是我學長 好 就是 沒有我喜歡他的政策 就是比較能 可以重新啊 我好不會講話 重新重新 我好不會講話 可以再可以一次機會 好 他什麼政策讓你很喜歡 就是例如 哇 星巴接受才忙 你這樣丟我 柯文哲的臉不行喔 我問你柯文哲什麼政策 你答不出來 你這樣不行喔 你這樣給柯文哲丟臉 你喜歡柯文哲什麼政策 欸 健保調整 然後社會住宅 嗯 健保 健保調整 那他具體是要怎麼調 你會很喜歡 喔 等一下 我不要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謝謝 我們正告民進黨當局 請3D動畫演員去凱道 只會讓人民認清 民進黨黨局的險惡用心 和霸權本質 我們呼籲民進黨當局 懸崖勒馬切勿使用油理的心靈操控 好了 我們現在殺進去 走 再給你 謝謝 你好 你好 喔 讚讚讚 謝謝 謝謝 這樣就是鏡頭了 我覺得你進不去了 還錄先鋒五分鐘 都是那個虛擬投影 我一定進得去的 真的擠不進去 我們還在這個門這裡 是什麼原因讓你今天站出來要來參加這個活動 你是綠共嗎 欸 我覺得我不是綠共 我只是支持民進黨而已 這八年啦 在野黨都說 台灣經濟不好 民不聊生 水生活樂 你怎麼看 我覺得經濟不好 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跟疫情有關 但是我覺得你不能因為這段時間的經濟不好 就否定他們民進黨做出來的努力 而且你也不能保證就是 其他人上來會做得比較好 而且我覺得他們一定有進到他們最大的 外交方面你覺得民進黨這八年做得怎麼樣 還有抗中寶台現在被抹黑成是一個不做事主要喊口號 甚至他是一個假議題 你怎麼看 就像我之前看過的影片 就是有一個人叫沈柏洋 我們不能過度依賴中國 而且大家都說什麼 選民進黨中國可能會打過來 可是今天就算你選國民黨 其實中國也是有可能會打過來啦 因為其實怎麼講都不是 我們來決定中國要不要打過來 怎麼講都是不管選誰 都是中國自己決定要不要打過來 他們想打過來 不管什麼黨 他們都一定會找一個理由打過來 如果想要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我們就不能過度依賴一個國家 而且也不能把我們跟中國的關係綁在一起 反正要讓我們自己變成獨立的 好 那你今天是坐遊覽車來的嗎 欸 不是 我是坐捷運 捷運 欸 我今天抓到幾組 這個民進黨買下來的捷運來的 真的很壞 今天來這邊是為了吃民進黨的便當嗎 欸 不是 我是來拿宣傳的小五 啊 真的是太壞了 OK 好 謝謝你 謝謝你的三毛 第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你想要當綠共 我覺得他不是一個共產黨的性質 就是我不太理解 為什麼大家會說他是共產黨 是 我也不能理解 這八年網路上的一些人都說 尤其是在野黨 經濟民不聊生 內政鬥亂倒 雪生火熱 那這八年你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我共產好的 怎麼說 怎麼說 就是 其實 呃 我覺得這種東西 其實不可以完全引靠外在的環境 就是要看個人自己的一個努力程度 還有個人造化 是 對 我覺得環境不會辜負 認真做好自己的事情 那你覺得怎麼樣叫做經濟差 大概就是完全不會想消費吧 可是我覺得其實大家都是很會想要往外消費的 對 確實 像我自己體驗很有感覺就是高級餐廳都訂不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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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訂不到 我還蠻生氣的 我想說 不是說台灣人很窮嗎 幹什麼高級餐廳訂不到 大家都在出國 這不是一個經濟不好的國家 會一直出國的體現吧 因為現在抗中保台已經被在野黨抹黑成 是一個不會做事 只會喊口號 他甚至是一個假議題 你怎麼看 就是 其實有一些黨派就是說 投民進黨就是會發生戰爭 那投他們的話就不會發生戰爭 那這就是這個邏輯的奇怪 就是好像投了他們以後 他們跟中國關係比較好 所以不會發生戰爭 那所以是他們是跟他們有直接關係嗎 那我們就等於就是直接歸中國晚霞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就是他們本身邏輯 像是一個互相打架的狀態 你今天是怎麼來 是坐遊覽車嗎 我騎腳踏車來 哇 很可惡 你看 民進黨現在金杯都不夠 連都要包腳踏車 沒有 我們是完全是綠能精細 對 那你今天來 是為了想要吃民進黨發的便當嗎 沒有 我想要拍近距離 看能不能拍到那個後選人 OK OK 好 感謝感謝 謝謝 為什麼你們兩位想要當綠共 這原因很簡單啊 因為我就是蔡文化學運出來的 了解 剛讀大學嘛 那因為我是讀法律系的 那就是因為那時候 那個反服貿的這個運動啊 我有參與在洗衷 所以說就是會變成綠共那樣子 原來 所以你們今天是坐遊覽車來的嗎 當然不是啊 可惡 那有沒有發便當 我剛剛自己花錢買便當 你民進黨真的太腐敗了 連便當錢都不發給我們 那再來問一下經濟的問題好了 對啊 這八年很多人都說 臺灣民不聊生 水生火熱 經濟跟世界比起來是非常的差 你有什麼想法 我想這大家應該就是 有點誤解啦 就是說那些在野黨的候選人 他們都會一直說 永遠都是在選舉的時候 攻擊執政黨的經濟 但是非常明顯就是說 在疫情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台股 就已經下降到8000點 但是在疫情之後就是大概三年到現在 大概四年的時間 又回到一萬八千點 所以這經濟真的沒有說很差啦 再來就是說 其實台灣人民的消費能力 還有這個 可能出國的人數也越來越多了 那我想這些都並不是 就是經濟差的一種表現嘛 不然怎麼會有 就是那麼多人會一直出國 那麼多人會一直吃 就是高級的餐廳又開越多 都訂不到 然後像現在那個什麼101 101不是也開了一間想A.Joy嗎 那以前你可以想像就是10年前16年前 有可能會開一間就是均價4000多塊的這種 這種餐廳 然後還有一堆愛師都訂不到嗎 這不可能啊 對 就是我自己觀察到也蠻奇怪 因為我身邊有一些比較年輕的人 是投科問者 然後他們一直說經濟不好 結果一直在出國 再來問這個外交的問題 你覺得民進黨這8年外交做得怎麼樣 其實我基本上覺得說就是 因為民進黨一直以來就是他們 走的路線就是務實外交 他們認為就是說 不要用金錢去建立邦誼 那我認為就是因為 當然你用金錢建立的邦誼 都是明知明高嘛 那本來就不應該用這種方式 如果用金錢建立起的邦誼 就是要拿更多的金錢去維持的話 那其實對於國家並不是一個好的走向 因為我們在世界上的這個主權地位 就已經夠嚴峻了 在這個情況下就是中國要不斷的挖腳 這也是就是他拿他的錢來砸出來的結果 但我認為就是我們如果花更多錢去買下來 那其實對我們經濟也沒有真相幫助 對國內也沒有真相幫助 是好感謝感謝你們的受訪 謝謝 什麼原因讓你想當綠貢 因為當藍區更慘啊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網路上都在說 台灣經濟水深火熱 內政做得非常的糟糕 民不聊生你怎麼看 我覺得他們也不可能做得更好啊 那通膨的問題 美國很嚴重 你這個你有感覺嗎 通膨很嚴重 這一次做餐廳的 光是我們的店的話 我們的價格大概已經漲了30到40%了 30到40% 對 這是什麼成本啊 就是這兩年 就是 排面上的價格 這樣 這樣很多欸 很多欸 對於這個外交方面 你怎麼看 我們外交方面最大的問題就是中共 對 對不對 沒有他們的打壓 我們還破天空 問題是就是我們有一個 這麼高的鄰居啊 是 那你怎麼覺得其他兩黨不會做得更好 你要怎麼跟他共談 嗯 跟他統一你就是台獨 是 只要是你是台獨的立場 那他永遠就不會讓你在這個世界上 跟其他的國家建立邦交的關係 是 千方百計得要出來 是是是 感謝感謝 謝謝 是什麼原因讓你想要當綠共 因為我不想成為中國人 你不會覺得說支持其他兩黨 也可以不當中國人 不會 完全不會 很多網路上都在說 台灣這八年經濟做得很差 內政很爛 民不聊生 水生火熱 你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那都沒有說得那麼完全正確 嗯怎麼說呢 這雖然也有一些瑕疵 是 但是我覺得他們比如說滿分十分 我覺得是有八分的 可不可以具體說一下 你看到的經濟狀況 這幾年是怎麼樣 就是北京出門人到處都很多 不管平日假日 我想問你 就是你會常常去訂一些什麼餐廳或是民宿 你訂得到嗎 我訂不到 餐廳就訂不太到 我也訂不太到啊 對 我對股票沒有那麼熟 是 但是股票現在不是成績也是很好嗎 是 那我覺得那就是代表我們經濟狀況很不錯的一個現象這樣 好 再來問這個外交方面好了 你覺得這八年民進黨外交做的怎麼樣 還有就是抗中寶台現在似乎被打成一個假議題 你只會喊這個不會做事情 你怎麼看 我覺得那也是他們想要抹黑這件事情 目前兩個有比較大的在野黨 那他們我認為他們只是就是很想奪下執政的這個權力 那才會用盡各種辦法 就是想要去否定執政黨這八年來所做的一切 那我是認為執政黨這八年的外交做的很好 是 對 好啦最後幾題比較輕鬆的啦 就是你今天是怎麼來坐遊覽車嗎 我坐捷運 你看我就說民進黨連捷運都買下來了 對啊 那你今天來也是為了便當嗎 沒有 我剛剛還去那邊Saven買東西吃 你看 民進黨我正宗警告你要發便當啊 你看我們年輕人很可憐的 哎呀這樣反而不支持囉 我剛剛還在找超商 好啦謝謝你的這個受訪感謝感謝 好啦那我們提前出來因為等一下結束 哇那個人潮會非常的擁擠 我們可能出來會花很久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提前出來了 好1月13號大家記得回家投票 投你自己想支持的人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吧我下次見啦 掰